過年期間大吃大喝 都沒有時間運動嗎 若你是跟我一樣 想待在家邊追劇又想瘦身 教練有三招懶人健身操教給你 教練 哈囉 我是想問說 我們過年這樣大吃大喝 覺得要運動一下 那看你可不可以教我一招 懶人適合的運動方法 沒問題 教給我 教練親身示範 居家瘦身不成問題 右手去找尋你的左腳膝蓋 同時左腳膝蓋也去找你的右手手掌 OK嗎 好 那我們一起坐 起來 右手去找你左腳膝蓋 左腳膝蓋去找你右手 OK 推 那我們就坐下來 然後右手就可以放下來 我們就交換做兩手 交換 OK 起 然後左手抓你的右腳膝蓋 好 起 站起身 單手舉高伸直 碰向另一找膝蓋 接著坐下再站起來換邊試試 待在原地就能動超簡單 若不想一直或站或坐 不妨可以試試這招 雙腳站去跟你的底唇一樣寬 就可以OK 然後下去做深蹲的時候 幫我做吸氣 坐下去 然後一樣 眼睛繼續看著電視 然後起來吐氣 起來的時候記得膝蓋不要鎖死 那我們就重複動作 深蹲基本動作 加上雙手掛高 重複一組十次 就會有感染指 要是流的汗不夠多 還有進階版 盡量不要用彎腰 用屁股坐下去 點到你的地板 再起就可以了 上半身是幫我打直嗎 對 幫我保持直著 就可以了 雙手碰下後腳跟 起伸時臀部夾緊 也別忘記保持呼吸 累了流汗坐下來 教練加碼教學 懶人最愛核心操 這是把你雙腳伸直 對 會痠耶 對 很好 那我們就放在這邊 然後繼續看著電視就可以了 教練傳授懶人健身操 讓你看電視也能瘦身 連續坐個十五分鐘 預防體脂肪找上門 靜新聞甘兵器紅衛套 西方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